大家好,跟大家講講這個施經德這個百貨 周小龍那一檔準備就在6月30日就勝利結束了 我們應該正面看他這個 因為其實他都應該是支撐了很久了 我們不同的空子在外面,100%因為沒有生意 剩到一個點沒有人理這樣去灰騷騷的結業 也都不等於黃色經濟圈這件事不行 因為他的性質是什麼呢?他是被嚴重針對打壓 周小龍應該離開了香港了 已經不是香港了,避開這些壓力了 但是似乎根據他講的供應鏈,因為他是百貨 公然不停受到這個騷擾、打壓 有很多人不敢給他貨 我相信很多貨都是來自大陸的 工廠製造,廠不敢幫他弄東西,諸如此類 所以他這個品牌就很難做下去了 很明顯他也不是爛尾,就是說跟僱員講 大家同事不用這麼戒慮啦 我們正式結束了他這樣 很多人要求他在其他地方開翻 我相信他又有這個 再做回這行在英國很短路呢?華人地區 企業家來講,當然我們既月後望啦 但是我們都不用因此呢 就是說覺得呢 這個黃色經濟就完了啦 他的情況是特殊,因為他太高調去支持啦 他曾經在一個荃灣店指示香港民主呂神像啦 被業主說違反租約啦 當然這個業主就不會歌詞的 都是政府背後 我們知道現在這個政府就是這樣的啦 背後就是做事啦,逼個業主 已經關了一家荃灣 荃灣亨城街的藝術百貨的啦 上月十日就最後營業啦 那不是今天啦 就是祖鎮就在社交平台宣佈啦 所有銅鑼店都是正式關門啦 全網店都關啦 那撤出香港啦 那我們回想一下啦 擺了兩米高的民主呂神像啦 被人入稟啦,要求移走啦 那這些我們都知道啦 還要賠錢啦 那就是和解之後就是什麼啦 但是其實就視為眼中釘呢 被強力針對的情況之下都撐到現在 是不是 還要賠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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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空間 除非在香港政府 我也不信他有可能 去到每一間騷擾人家 因為這些是他這麼高調 要打出頭了 一定要針對他 而看到他針對他 直接是要搞到那個 搞到供應鏈都有問題 要很大的氣力 他都撐到現在 撐到6月7月1日前 《國安法》三週年前 才結束 我們應該寄予崇高的敬意 對於這位商人 企業家 而且他沒有說不會管土重來 其他形式 其他店 其他的黃店又怎樣呢 街頭街尾周圍都是 現在黃色 如果你肯暗示一下 自然有人幫你宣傳 就是這些我們完全適應 適應我們講的Be Water 就是Be Water的一些做法 我都講過了 基本上你如果是黃店 你是知道而已 人傳人知道他是黃店 那你就更加樂意去光顧 那並沒有一個很清楚的形象給你看到 他是大多數都沒有啦 不會一定貼了出來 但是既然你知道 那你就要樂意去光顧 那這些這樣的做法 相當水銀借地的時候呢 其實不等於這些這樣的奇店 是吧 旗艦式的企業 擺明是黃色經濟的企業 他真的在背後搞人 你不能夠 哎 不准結業 沒有這回事 香港的始終是 而且也都是 如果是多的時候 我們知道 遠遠遠多的 比這個藍店多的 藍店就好 我們市場的威力就是無窮的 消費者有消費的威力 幾野蠻都好 鄧炳強好 李家超好 他能不能夠限制那些人一定要去光顧藍店呢 或者不准你分藍王呢 只准你光顧 那你怎樣去限制呢? 不可能的 他也都知道不可能 這個就是分別所在了 我喜歡怎樣消費 始終是消費者的事 那你最多就 也都不能不被人宣傳的 我們支持民主的 口傳都要 在Facebook 暗示都可以 諸如此類 一知道他是 又對談的 那大家就去回黃店那裡 所以黃色經濟圈是不能 因為他是消費圈為主的 你說針對那個店 那個店撿了又可以回 你打壓他 你打壓他 你打壓一次 他再開的時候 紅紅的聲音擁去 那些人 比如周小松 如果他再在香港搞第二檔生意 搞開這個 政治氣氛緩和回 我想我們大家 遙無反顧 擁去光顧他 這個就是那個精神所在 而這個精神不會因為被迫 要結業 而覺得失去了這件事 因為問回頭 如果黃色經濟圈存不存在 是哪一個人可以決定呢 不是李家超或者鄧炳強 也都不是那些小商人 而是大家是不是支持他們 如果大家支持他們 他們一定不會消失 他們有了這個戰意 或者他有了個客觀條件的時候 那他就可以繼續營業了 是吧 我們說黃色經濟已經說了很久了 我觀察就基本上 不見得有什麼大問題 如果你說有問題的 可能是其他經營方面的問題 無論是媒體 是吧 媒體有時候可能是因為他日不敷之 少一些的媒體很多時候困難 人家依然存在著 包括還有很多自媒體 你搞知名的人容易 打好所有人其實很困難的 我們就很樂觀見到 我們依然還有黃色經濟圈的存在 我依然覺得是非常樂觀的 包括我們自己 出去吃飯 我都會問一問這個 這個是藍還是黃的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的話 太不方便就沒有計算了 如果不是 我都是盡量去一些黃的 同聲同氣的地方吃東西的 大家知道肯這樣做 現在我們不能夠再靠一個很有系統的 區議員那些都被撲滅的時候 但是我們最少精神上更加重要的 每個人都有一個意識 就是我們支持這些 就是為社會努力 為民主人權 肯堅強地站在那裡 縱然他可能不做些什麼 但是到有事的時候他可能 被人進來避懶了 都肯做這些事情 大家同聲同氣 一定是還有一些這樣的人 在我們社會裡面存在 如果我們能夠的話 當然是盡量要幫他 是不是呢 講回這個企業 既然他受到那麼多壓力 和他的經營顯然是有困難 被針對 如果他能夠結束了他的bewater 保留他的資金 適當的時候再搞另一件事 這個不見得是一件壞事 還有他似乎已經做了知名評論員 在網上人不在香港 一切都祝福他好好的 我們在香港留下的人 面對近來越來越多這些不好的消息 但是永遠是 這樣又如何呢 就是不要懷憂喪志 很壞一些 反正還有一個月 大家盡可能去光顧他 買些東西 是不是 以示支持 這個氣氛很重要的 製造這個氣氛 將來別人才會以 聲稱是黃店為榮 這個黃色經濟圈的觀念才會完成的 才可以發揚光大的 如果每個人都說算了 不可以了 算了 以後不要說這些了 我們吃東西就吃東西 消費就消費 我們不要想消費 消費就是消費 政治就是政治 你知道 專政的人當然希望你這樣 但是正正就是這樣 就是由我們這些普通的消費者 自身做起 我們是有個態度 生於這個亂世 有個態度 走遠一點也好 就不光顧這些支持警察的 什麼牛肉店 牛肉飯 這樣 而我們林肯走遠一點 林肯買東西貴一點 當然也有人扮黃去騙錢 暴態這樣 但是世界總有這些事的 這個精神重要的 他們個別不妥的時候 甚至可能 周小龍可能是因為經營困難不善 這樣都不要緊 但是他的精神曾經是很勇敢的 堆個大象在那裡 團結了各方英雄 這個這樣的歷史呢 成為香港人的精神所在 就是什麼精神呢 遠遠超過買衣服或者吃了一頓飯的 這個精神就是明知不可為而為 還有價值是高過商業利益的 這個其實是挺令人振奮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活在一個富裕的社會 已經不是純粹是說 就是你有飯吃 是不是 有東西買 我們就看一下哪些消費最低最便宜 是考慮這些東西 我們消費竟然是說 我們有價值的 消費是講原則的 如果這個店是不符合我們的精神原則 我們就去遞間 去回相同的店 當然你會說 喂 幹嘛啊? 不如這樣 你打球 你都說 我不行 我找回藍的人打 這個態度 當然他質疑到你 什麼體育還是體育政治還是政治 我不是 我不覺得 現在體育早就已經變了政治 那我政治又有什麼不對呢? 這些這樣的精神以前是沒有的 以前是不講政治的 現在經歷了19年之後 香港人越來越肯將政治融入生活 政治就是眾人之事 孫中間說 不應該迴避政治 尤其是一個全民的問題 全民都受到打壓 政治權利消失 人權消失 言論自由消失 逐漸消失 你更加要有一個堅強的態度 我們就背割所有侵犯人權的政府政策 或者是親政府人士 讓他們知道是要付出代價的 是不是? 我相信就不要緊的 就是川普不見了 精神就沒有消失過 因為我們會很懷念他曾經在一個店裡 搗過這麼大的抗爭者的帳 好像他擺了個樓去那棵帳的帳 這些其實是一個很歷史性的行為 終於你說失敗了 不能夠說失敗 做過就已經永遠是成功了 我們記住這些成功 將來必定後繼有人 是不是? 那好吧 希望周小龍先生能夠在海外用他的商業企業的才華 為香港的民主權 再做一些事 有機會回來香港繼續 我們就一定努力支持他 這個視頻就做到這麼多 下一個視頻我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意見了